香港人出名忙碌 特別是律師、銀行家等專業人士 更加經常需要超時工作 即使放假亦要繼續工作 不過忙碌的工作除了犧牲休息時間外 男士更加有可能因而犧牲更加寶貴的頭髮 平時收到老闆Email都要馬上跟回 都覺得大壓力 因為無線網刻也要跟回一些事情 我身邊也有些男性朋友開始脫髮 即是有時又做到好事 星期六日可能又會收到一些電話Email 都會有壓力 都會擔心這方面的情況 公司同事都見過會有 所以自己都會擔心脫髮 有醫生指出 近年因為脫髮而求診的個案裏面 專業人士所佔的比例越來越高 一般如果壓力越大 或者作息不好 又遲睡 又吃煙喝酒 新陳代謝會較為差 這個基因就會提早活躍化 所以變成男性年脫髮 會較為年輕的年紀 已經有這個問題出現 馮醫生舉例子 其中一名病人 是只有26歲的年輕律師 本身家族裏面 亦有脫髮病史 因為經常工作去到凌晨三四點 工作壓力加上休息不足 加足頭髮提早脫落的情況 後來他參加舊同學聚會 才發現發線比其他同學都後 於是立即求醫 馮醫生說 上肩男性脫髮分為七期 第一、二期脫髮時 發線會開始向上移 每一男士開始感到困擾 就應該盡快求醫了 一、二、三、四期都可以考慮 就這樣用FDA approve 即認可外用的高劑 或者乳液劑刺激毛絡 亦都可以考慮 吃了一些FDA 供應有效的藥物 可以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當有些病患 去到第五、第六、第七期 較為嚴重一點 其實可以考慮用頭髮炎質的方法 有不少人因為尷尬拒絕求醫 而用茶山薑、白蘭地等的偏方 馮醫生就警告 這些方法毫無科學根據 更加會傷害頭部皮膚 有可能引起刺激性皮膚炎 嚴重的話可以令毛狼受損 男士千萬不要亂試 Owe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